欢迎收看前线百分百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刘祝华 昨天台股崩跌1800点之际 我们节目告诉您说 先别慌静下心来 因为专家预期极短线 台股就有机会反弹了 果不其然 在今天反弹了 但今天我们要告诉您 先别急 因为今天节目 我们要帮您看看 这全球的股灾 到底这个剧本 今天走到哪里了 长情到底是还没跌完 还是有机会V转开始 今天有个讯号出现 外资期限或同步都做多了 但是之所以说先别急 因为专家说 这反弹到底走到哪里 还不知道 所以跌身股别乱抢 反弹有四部曲 今天为您做一个大公开 但这件事情 全球担心盲刺在背 因为美国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 现在恐怕在预告 可能会硬着陆 所以这全球股灾 会不会才刚开始呢 我们今天带您从VIX指标 跟日元 看看卸了哪些底 四部来宾 首先邀请到惠次老师晚安 祝我晚安 大家晚安 好 外资翻多了吗 请教林中晚安 祝我好 大家好 产业有没有底气 稳住我们的行情 请教子安老师晚安 祝我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各股的操作策略 请教的是赵宇老师 宇哥晚安 祝我 大家晚安 台股连续两天下跌了 2800多点之后 今天一开盘急速的反弹 第一个 昨天几度跌停的 联发科 这今天一度的涨停 带动了IC设计 还有同样的昨天 逼近跌停的台积电 今天逼近涨停了 大盘指数今天 大型全职股带起来 大盘指数上涨了670点 今天收20501 但是半年线还没站回来 量能今天6506一根 昨天差不多 几件事情 我们特别挑出来讲 我们来判断一下 大盘到底只跌了没 第一个是法人的动态 外资今天现货 终止连续两天的卖超 今天买了243亿元 不仅如此 期货的空单 昨天就已经在回补了 今天再补了3900多口 目前期货空单 稍微降温到35000多口 第二件事情 在今天 陶系法人还在持续买 但是有一些破绽 比如说贵买指数 早上大盘这么开 贵买指数小涨一点点之后 往下这么一刹 叫做4% 今天贵买 还是继续跌 所以是不是融资 还没有清理完毕呢 除此之外 在今天上涨的加速 以及下跌的加速 今天大盘虽然收涨 但是下跌加速 远远多过于上涨加速 还有在今天 跌停的加速 还有40多档 涨停11档左右 所以怎么样感受 今天的气氛 台币在今天相对昨天 昨天大升了1.7角 在今天是相对偏扁的 好 历经了两天的股灾 今天大部分都迅速回神 我们要来看一下 全球股市到底 元气恢复的如何 首先美股四大指数 昨天四大指数 一度跳水之后 在网上进行反弹 但是整体来看 只有废半指数 在昨天一度的翻红 现行都还是长这个样子 元气还在恢复当中 亚洲股市也是 今天早上 跟着美国股市一起反弹 台北股市拉了个长下影线 今天烧了个小红K 上阵指数今天也拉下影线了 日经指数是亚洲股市当中 今天反弹相对比较飘悍的 昨天的黑K高点给占回来 但是缺口还没有补 所以亚洲股市元气 也还有待恢复 但是台股有一些很厉害 在今天 已经把昨天大跌的缺口 给补回来了 首先台光店值得 联发科台药经济 回补昨天缺口 还有华邦店 姓华 大连大 雅尼 长荣 这些有没有机会 成为反弹的急先锋 别急 我们今天慢慢来 首先先来定调一下 惠子老师 台股短线指跌了吗 对 已经初步指跌了 应该说最严重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 所以剩下来的话 他不一定每天都会 疯狂的往上面涨 但是基本上来说 我觉得低点已经到了 低点已经到了 但是有一些出现反弹讯号 不是要叫你马上进场 怎么样解释 今天来教您 外资在今天 期限或同步都做多 但比是不是翻多 怎么从最近资金的流向来看看 临终台股指跌了吗 对 目前看起来 已经像短线指跌 那短线他两天补了一万口 那这一波大概把 三十亿到三十五亿的获利带走 代表这个礼拜 他再去强步空单的几率 可能不太高 除非国际股市又出现更大的利空 当然外资可能看到上周 包括像这个日元升值 或是像这个财报很差的状况 所以他在这边加空 那我觉得这个礼拜 目前看起来 只要他的空单 不要继续朝向四万口以上来堆的话 我觉得暂时这边 大概会是强势的这个弱势震荡 好 所以目前在整个空单很重要 不要再超过了四万口 外资就有机会在这边 挺住目前的行情 但是融资昨天虽然大减 减了一百八十亿 相较于大盘的跌幅够吗 宇哥怎么看台股止跌了吗 我觉得大盘还没有止跌 因为今天盘中还有见低点 还有这一波大盘下跌的原因 有没有消失 并没有 日元的套利交易有消失吗 只有一个看到川普那个中枪 那个川普交易 这个好像感觉消失了 联准会是不是太晚降息这因素 我们还不知道 你这个地方就讲说大盘马上就止跌了 我觉得有一点牵强 所以这待会我跟大家来做 从各个面向来去探讨 我认为大盘这个地方有机会止吻 可是我觉得今天的低点 很可能还会再破 今天正方两方的意见都有 所以机会在哪里 宇哥提到的挑战又在哪里 谁要特别的小心 今天节目当中都会告诉你 张老师从目前企业的产业的角度出发 你觉得台股有没有止跌的条件在 好 因为我昨天正好在台湾经济研究院开会 跟工研院还有一些学者开会 那大家从产业的角度 还有经济的角度 不论是主技处 中华经济研究院还是台湾经济研究院 都预估台湾经济研究院 都预估台湾经济的GDP成长三点多% 比去年好很多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去年非常糟糕 第二个是不论是主技处 中经院台经院 都把台湾的GDP成长率上调 关键都是上调 然后不论是出口还是内需 都表现了还可以 那当然这里面表现最好的还是半导体跟AI相关的 所以从产业面从经济面实在是看不到有悲观的理由 好 但是如果AI好半导体好 那其他产业呢会不会意味着接下来就算行情有反弹 产业别不一样 反弹的速度也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一一来讲 大盘到底止跌了没 惠子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大盘如果现在要止跌 甚至我们期望反弹 要具备哪些条件 好 所以有几个条件的话 当然几个面向都要有 那我们就一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来说话呢 最重要就是在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这里的止跌 那尤其是在费办跟纳斯达克 好 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呢 事实上在昨天费办已经先开始 昨天的话是已经先收红了 那纳斯达克还没有 但是呢 昨天来讲的话 也已经先扎出了下线 所以这里来讲的话 当然跟七巨头有很大的关系 那七巨头财报呢 现在是要回答还没有公告 那回答到八月底才会公告嘛 所以呢也就是说呢 换消息大致上的话 都已经先反映过了 所以这里来说的话 我觉得短线上 应该会有止跌反弹的机会 那再来的话第二个的话 就是恐慌情绪 那恐慌情绪到跟事件有关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确实在最近我们看到像日元 等等之类的事情 那这个话其实他就带动了 包括VIX 包括美债殖利率 但你可以看到的话 在昨天其实美债殖利率 他已经先开始回升了 还有话就是外资的筹码 那外资筹码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就说呢 当然现在减幅还不太够 所以如果更进一步降到 三万口以下的话 那我觉得基本上 那个警报应该就已经先减除了 那还有的话 就融资的幅额 那融资的话呢 当然昨天上市上位 降起来大概是两百五十亿左右 那这个额度的话 显然是稍稍有点不够 还不够 对 但一定还是不太够 但是呢 昨天减幅不够 大家想到 他有一种可能情境是什么 是昨天都跌停版啦 昨天有很多的股票跌停版 所以有很多人是想要砍 就是收到追缴令 然后想要把他了断 或者是自己想要了断 在昨天一大堆都所跌停的时候 你是出不掉的 所以今天早上在开高之后 才会有个跳水式的下降 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出不掉的人 我看到昨天出不掉 我又想要减码的人 那我今天早上开高的时候呢 我可能就做一些动作 然后再加上呢 本来还不想出的 你看他跳水之后就更想出 所以的话 今天早上的这一个 应该就会加速融资的下降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差不多了 那还有一个的话 正在加温之中 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信心指标 明后天的话 领头往上的强势的指标股 它必须要有人连续涨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连三天信心就回来了 好 所以这些信心指标 看谁刚刚先讲了台积电 马上来解台积电 台积电连续两天 上礼拜五跟昨天 这跌幅重达了16% ADR高点拉回的跌幅 重达了20几% 同一时间 Morgan Stanley大摩 马上站出来雪中送炭了 在昨天站出来 帮台积电赞下了 把台积电列为首选股 投资评级加码 为什么呢 理由是台积电在半导体下行的周期当中 具有防御性的特质 第二个确认涨价 这么一涨价 今年到明年保守估计 毛利率先看55% 然后2030年之前 毛利率有机会到60% 但最大的利多在于跌升 因为ADR高点回跌 已经超过了20%了 所以现在很有吸引力 大盘拉回台积电可以买了吗 全职股谁可以买了 它确实是涨价 因为目前其实它是真的已经涨价 那涨价的话 那毛利率上来 这就不在话下 那再来的话 就最近反映的是那些 就说不会有会不会延后啦 等等之类的 那各种不同的说法 那我是认为说 其实本来一开始 就看你对产业的乐观度到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其实一开始 本来就两种说法 大概有些人是认为第四季 第四季的话量比较多 有些人认为第四季 没那么多 第一季多 这其实在两三个月前 就是这样预期 那只是一样话题 你拿出来再讲的时候 你说Covas L Covas S 这些东西来说 但是我觉得 他这里面的东西的替换 即使是有 我觉得其实 这个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他最终还是会出来 再加上你的原来的HUPPER 那一块需求一定会很强 所以这情况的话 我觉得我是认同 就是我觉得台积电拉回 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买点 台积电目前的话 当然基本面大家也都大智障 都有一些了解 所以我就不特别去把它说明了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呢 其实供应平球状况 还是非常严重 而且呢 目前来说先进制成 还是在领线 那三奈米其实已经比预期要来得快 但是二奈米 他已经有预告 将来爬破速度会更快 所以的话呢 你看如果以今年来说 大家共事大概四三左右 明年五三 后年的话大概在六十五 折算回来的话 也就是呢 今年的PE大概是在二十倍左右 当然在后面 有人估的数字更高 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看到那么久的话 那你单单就今年 明年后年来看 其实每一年成长幅度都蛮大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连续在成长的股票 那么如果第一个就估值来看 那么在二十以下就是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上半年 我们现在还是下半年 如果说上半年的话 你说我这个只要看今年 我不要看明年 可是你已经走到现在已经八月份了 你的参考点的话 你一定要去参考明年的数字 所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在这里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价位 台积电现在的价位不错 大家都知道 但是一千块不敢买 八百块也不敢买 有八百会不会有七百 现在最安全的买法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呢 我们看他昨天是不是出了一个很大的量 所以就是说呢 其实在昨天已经有人先下去买了 那昨天去买的人的话 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我长短都OK嘛 对不对 因为你叠下来这么多话 我做短线我也会赢 我做长线我也不怕输 所以这个情况的话 昨天才会有这种什么 就是说大家砍股票 砍到什么 其实大家知道吗 以前你看到那种台积电红海跌停 大概真的很少见 但是每次见到 其实常常都是买一点 因为那就是什么 就是表示你已经恐慌到 恐慌到不能再恐慌了 就是只要是股票就要砍 然后呢 因为太多股票跌停了 所以就连好的股票一起砍 那或者是呢 最后什么都砍不掉 就去砍期货 期货跌停 所以那就是一个很极端的 很极致的现象 那我们回来讲台积电 那台积电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现在来讲的话呢 昨天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甚至今天我也觉得他是买一点 但是呢 当然大家会想说 但是我进去的话 我就是怕他会有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快速拉回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市场里面来说的话呢 这种很强烈的振荡的振 这种振荡 他不是一天到晚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市场上 有时候会看到 你会因为一些飞机经因素 或者恐慌的情绪等等之类 他会出现那种短期很大的振荡 可是他不是一天到晚都在振荡 那要去怎么面对那种振荡的情况呢 你反而就要大家恐慌的时候 就要回来看你心里有没有那把尺 就像在高点的时候 就很疯狂大家都很嗨 只要点到名字就涨停 那你就要回来去 用冷静一点的角度去看 他里面值不值这个料 那现在低档的情况一样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你如果是空手的 我觉得 我觉得这附近就可以直接买了 那如果说你真的会担心的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把它分批 把你的资金比如说分成三批 那三批的话呢 你如果真的很担心 那你可以先买第一批的持股 然后呢 你过一个礼拜之后再买 你可以用时间把它分散 因为有些人会担心说 会不会明后天又怎样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用时间上面 你隔一小段时间 隔一小段时间买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现在来说 是一个还不错的策略 好 对于真的好股票来说 这种格局叫做千载难逢 这是台积电 同样拉回值得买的全职股 还有哪一些 来发哥 发哥也是 那发哥的话呢 说实在话发哥的PE的话 也是不高 因为呢 大家在今年大概63 明年可能在72 所以本益比来说的话 今年是17 但明年来看的话就是15 那所以的话呢 当然发哥来讲的话 如果你看AI手机有搞头 那基本上就不太有理由 去看空 发哥 因为呢 这里面就是说呢 你将来在这里来说话 包括像是这个高通也好 那或者是是连巴哥也好 那其实在接下来的AI的这一块里面 那他们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的话呢 当然这里面来说 那有些人会觉得说 但这些东西还没有成型 他还没有这么大的还没有马上就贡献出来 没有错 所以他在高档的时候才会拉回 但他拉回之后 你就要去想他中长线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发哥基本上拉回到这里 其实他都已经打到哪里了 我们看他K线 他的K线呢 都已经打到哪里 都已经打到年线 所以年线这时候呢 就是你的多空 你看AI手机多海空 长线多海空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在今年前面当然是没有 但是从第四季之后的苹果会慢慢带出来 我觉得明年AI手机 他是会有搞头的 好所以连巴哥也值得在拉回的时候 对 来纳入你的口袋 好除了发哥之外 怎么看红海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海公公 大家今天就在想说 海公公为什么今天都没有表现 因为今天早上的话 是不是各悬殖股都反弹 就海公公一个人还趴在地上 然后呢 所以今天很多人就在问 那我觉得当然为什么呢 因为海公公跟灰达的关系 是比较密切一点的 那所以你看昨天美国股市呢 灰达昨天是拉下引线 但是呢 他的跌幅是不是才是比其他人多一点 那所以海公公跟他有连结 当然今天来说 他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表现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的话呢 在灰达的这个东西里面 接下来第一名最早会开始去出货的是谁 其实还是在红海 那这部分来讲的话 那大家在想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话呢 其实我认为台积电出货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后面的 大家组装的时候 就是你整机出来的时候 你的可靠度的验证 或各方面的组装 大家会在细节上面 可能多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每个人他出来时间 可能快一点慢一点 可是也就是因为这样 你就可以想象 他其实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那因此的话 红海跟广达 他其实还是首选 那这里面又以谁为主 当然是以红海为主 所以呢 红海再来的话 我们一样看PE的话 那今年大概13块多 那明年可能15块 我看现在大家都往15估 那如果是这样看的话 这个本益比我觉得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 可以看空的理由 现在不许算你看 一样是今天出量 那所以来讲的话 你看这两三天 他大量这里没有跌破的话 基本上的话 就会开始慢慢补缺口 那我认为是 就是底点了 因为呢 我讲那个恐慌的情绪 有时候真的是 就是瞬间 而且如果又是因为 这个去杠杆的东西 那他真的不会去太久 因为他就是很快就会去玩了 了解 就红海 好怎么看大力光 评估的消息出来 那这个的话呢 就比较贵 那比较贵的话呢 就说你会发现 这个法人第一首选 还是在这边 就是说你大力光 跟玉金光去比 你就发现大力光走势 还是比玉金光要强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大力光法座里 就已经把他的这个东西 给拉起来了 他就告诉你说 我还是维持比较高的ASP 大家就觉得很纳闷 对不对 理论上来讲的话呢 你有新的人进来 你应该是会被竞争的 被竞争的 你不太可能会这么高的姿态 所以他已经在暗示 你他的东西 其实还是有非常高的 互承核在那里 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呢 那目前来说 是苹果手机 接下来 那他又是AI的 这地面高阶镜头的独家 所以大力光的话呢 那PE来说 其实成长性 没有强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 他可能会是法人 去选择的标的 来大力光看一下 未接 今天收二六八五 其实这一波 他算已经相对称了 你看他才回测 这个季线今天又站回来 对 但他还有另外理由 是因为他所有的线都在这边 所以就说 你如果看中线的角度 就是有些人 就是大家回测过 但是他的乖离还是很大 那这个就是因为 他当时就是在所有均线 就在这边 没什么涨 所以他基本上 就又回到所有均线 汇集的地方 所以我就以中线角度 来看的话 是可以去留意 就是有可能把人 想要布苹果股票的话 那就会考虑到这档股票 好金融股 或者说你只选了一档万中选 于富邦金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如果要拉全值 就是你指数要给大家信心 那基本上呢 应该金融股 他会找这个全值大的 所以全值大 你看像最近贵买 其实世界先进也很强 对不对 为什么 他就是贵买的第一全值股 所以的话呢 你看如果说 不管是政府端 他有透过头细 那或者是来去 自己要买来去互盘 那或者是其他的人 想要在第一时间去在底部去摸底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先找那个 觉得比较安全的股票 第一步你会 可能会先考虑这个 第二步才会去考虑中小型 所以第一步在考虑这种大型的时候 那我选是比较 对尺寸中间比较大的 所以比较龙头一点的 因为这样比较有拉抬作用 那那富邦金本身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他们 在海外赛其实就很多了 富邦金也好 国泰金也好 都持都很多 所以他们其实今年的话 就是以前的那一些包袱 现在就会变成可以回充回来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利的 只是说法人估是保守的 他今年估八块 明年也五八块 我是觉得不止啦 但是你会发现法人 在估金融股的时候都很慢 他都是估成长一点点 然后数字到了以后要调再来调 所以的话呢 那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以富邦金来说的话 其实之前也是很强势 所以这一次的话 你看他历经的一二三三波的拉回 那到这个位置的话 刚好有前面的平台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 也是可以中长性布局的 了解 好 谢谢惠子老师 请先回座了 好 但是纸叠就反弹了吗 不见得 因为宇哥说 融资现在恐怕还轻不够 怎么说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群 部参加